2022年最值得投资的ETF是哪两只? 自善事之日起,连续十年上涨 轻松超越标普大盘102% SCHD、SPHD为什么是现在最值得投资的ETF? 新老观众欢迎订阅《全从哪里来》 节目马上开始 2022年1月3日,周一,美股开门红 三大股指均于上涨收盘 美股这一轮的大流市进入第12个年头 投资人在欢呼流市的同时 心里也隐隐有些许担忧 毕竟,美股三大股指均在历史高位 美联储开始紧缩货币政策 新变种病毒感染人数又窜新高 通胀导致物价上涨,创了几十年新高 美联储、加息通道开启等一系列不利于股市的因素 随时有一点的风吹草动导致的黑天鹅事件 都能在短期内造成美股的大幅下跌 那么,针对从21年下半年开始的美股动荡市场走势 和由货币蒸发引起的这一轮美股 暴涨积累的市场风险 投资人该如何应对呢? 个人认为,此时的投资应以稳定获利的保守投资为主 尤其可以投资那些股息分红高 股价波动小的ETF 下面就结合个人的投资经验和股价长期表现 为投资人挑选两只长期付高股息 股价长期稳定上涨 超越大盘的优质ETF 介绍给投资朋友 首先,ETF 英文全称为Exchange Trade Fund 交易所交易基金 是指买入一篮子股票的投资组合 我们平时买入股票 都是买入一家公司的单只股票 一旦公司的业绩不佳或其他的未知风险爆发时 就会造成股价的大幅下跌 因此风险极大 而ETF是买入一篮子股票的一个投资组合 因此个股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 非常适合投资人买入并长期持有 因为美股的长期趋势一定是上涨行情 尤其是那些长期股价稳定上涨 并支付较高股息的ETF 更是投资人最佳的选择 买入该类ETF 在每年赚取不错的股息收入的同时 还间接赚取了股价上涨带来的投资收益 长期下来 一定会给投资人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支可以给投资人带来稳定股息和 投资收益的ETF 股息率为3.71% 管理费为千分之三 意味着没买入1000美元的该基金 一年的管理费用为3美元 管理费在基金的资产里已经扣足了 投资人购买时不需要再额外支付管理费 该基金近一年的年回报率为19.28% 该基金的前五大持股是 第一名 Iron Mountain INC 铁山公司 股票代号IRM 这是一家全球领导的信息存储公司 公司资产146亿美元 占该基金持股3.2% 第二名 Eltria Group INC 股票代号MO 这是一家全球知名的烟草公司 产品包括Mibro 万宝路香烟和Camera 骆驼香烟等 公司资产900亿美元 占该基金持股3.14% 第三名 PPL Corp 股票代号PPL 这是一家给美国250万家庭 提供电力和燃气的能源公司 公司资产225亿美元 占该基金持股3.08% 第四名 William Companies INC 股票代号WMB 这也是一家投资天然气的清洁能源公司 该公司在2021年被编入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和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 这是美国唯一一家被编入MSCI国际指数的美国能源公司 公司资产324亿美元 占该基金持股2.91% 第五名 AT&T INC 股票代号T 这是一家全球性的电信媒体和娱乐技术公司 公司为超过一亿美国家庭提供娱乐 电视 网络 电话 手机服务等 公司知名品牌包括HBO WARNA BROTHER 华腊兄弟 CNN Cartoon Network等 公司资产1830亿美元 占该基金持股2.89%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该基金持股都是美国乃至世界级别的家喻户晓的大公司 因此 该基金股价波动性小 特别适合长期投资持有 而且 该基金是采取暗月付股息的方式 每月发放股息给投资人 通过查看过去十年的资料 该基金付息稳定 而从该基金成立之日起的2012年10月18日算起 该基金十年里加上股息发放收入合并统计 平均每年上涨11% 超越标普500大盘指数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第二支ETF是 Swap US Dividend Equity ETF 美国股息净值ETF 代号SCHB 该基金成立于2011年10月20日 基金规模260亿美元 股息率为2.89% 管理费为万分之六 意味着没买入1万美元的该基金 一年的管理费用才仅仅6美元 非常低 而且该管理费也已经在基金的资产里扣除 投资人在购买时不需要在额外支付管理费 该基金近一年的年回报率为25.79% 该基金前五大持股包括 第一名 Merk Company INC 默克制药 股票代号MRK 这是一家具有125年历史的世界级的生化制药公司 公司近期开发的治疗新冠传染病的特效口服药 行销全世界 公司资产1945亿美元 张盖基金持股4.24% 第二名 The Home Depot INC 加德堡公司 股票代号HD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建材零售商 公司资产4311亿美元 张盖基金持股4.19% 第三名 Texas Instruments INC 德州仪器 股票代号TXN 这是一家世界级的芯片半导体公司 公司资产1762亿美元 赞该基金持股4.16% 第四名 Broadcom INC 博通公司 股票代号AVGO 这是一家设计制造有线无线半导体 半导体设备和软件开发的世界级的通讯半导体公司 公司资产2770亿美元 赞该基金持股4.15% 第五名 Amgin INC 安静公司 股票代号AMGN 这是一家研发各种人类疾病的治疗和解决方法的世界级的生化公司 公司资产1283亿美元 赞该基金持股4.1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SCHD基金的持股 都是在各个领域的世界级的巨型公司 因此 该基金从成立之日起 股价就一路飞涨 今日股价更创下了历史新高的82美元 通过查看过去十年的历史资料 该基金按计复习稳定 通过再进一步查看历史数据 该基金十年里 加上发泛的股息收入合并统计后 股价共上涨了488% 平均每年上涨15.59% 意味着你从该基金上市的第一天 2011年10月20日买入1万美元的该ETF 到今天 2022年1月4日 你的投资收益是48,852美元 超越标普500指数大盘同期涨幅的386% 净超大盘涨幅102个百分点 而每年15.59%的涨幅 用著名的72法则计算 72除以15.59等于4.62 意味着你投入的本金 每4.62年就能翻倍 由此可见 高股息的标普500指数 净值ETF SCHB 的确是投资人在目前的动荡市场中 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而且该ETF连续10年上涨 股息发放稳定 介绍给投资人作为长期持有 对抗通胀和投资美股大盘的最佳选择 最后投资美股ETF也有一些投资技巧 这一点我在9月4日的视频 四支币买ETF里有详细的介绍 投资人可以在该视频里找到详细的说明 希望以上的讯息能给投资人投资美股 多一些选择参考 祝交易顺利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